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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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67歲好萊塢巨星布魯斯威利宣布吸引了 他的家人於台灣時間3月31日凌晨在Instagram上宣布 布魯斯威利近日被診斷出失語症 會逐漸失去說話以及閱讀的能力 經過審慎思考之後 他決定退出對他意義重大的電影事業 並感謝粉絲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布魯斯威利的爸爸是駐西德的美軍 媽媽則是德國人 他1955年在西德出生 兩歲才跟著父母回到美國 布魯斯威利幼時有口疾的問題 後來發現表演就能夠解決 於是他從高中時期就立志當演員 並在1977年第一次參加百老會戲劇 1985年他憑藉電視連續劇雙面交蛙獲得愛美獎 及金球獎最佳男主角 兩年之後他開始出演電影 正式邁向動作片一哥之路 他們已經殺了一隻手 這支是個網上的電影 這支是隻手的電影 這支是個網上的手機 天啊 他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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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驻 手术 我可以捅你了 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布鲁斯威利、阿诺什瓦辛格以及西威斯·史特隆 这三个人几乎称霸了1980年到2000年的好莱坞动作片 是好莱坞动作片时代最辉煌的三个人 不过布鲁斯威利相较于其他两个人 在动作片以外的领域也有相当优秀的表现 除了电影 这几年他被外界封为烂片王 尤其他过去一年拍了八部雷片 今年的金酸美奖更直接为他设立年度最烂演出特别奖 thanks for making me i got a job for us by dig u waste you boys and i prefer and you kindly take your murderous ass some place ем 光 au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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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lated sends dead 而這些爛片的共通點大概就是成本低大多在串流平台上播出 布魯斯威利只要稍稍露臉幾分鐘隨便唸幾句台詞就有大把鈔票入口袋 演員唸台詞沒有錯但唸起來沒有靈魂那可就不行了 他在這些片裡的表現讓網友直呼他只是個會唸台詞的人形立牌 還有編劇曾說他只是享受爽拍個幾天然後拿錢的感覺 看起來就是明顯自我帶多 雖然是夜晚節不飽不過布魯斯威利的詩生活可是過得美滋滋 布魯斯威利和戴米摩爾 布魯斯威利和戴米摩爾1987年在電影首映會上相遇 並且在年底宣布結婚 兩個人育有三個女兒 這段婚姻在2000年宣告終止 關於離婚的理由布魯斯威利說 我作為父親跟丈夫都很失敗 儘管離婚他跟前妻的關係依舊良好 連2009年他再娶小自己24歲的女模艾瑪什 除了三個女兒戴米摩爾跟當時的老公艾希頓庫奇也是做上兵 他婚後家庭生活美滿跟嫩妻生了兩個女兒 3月19日才歡度67歲生日 這次宣布洗飲的聲明也是由家人待發的 而最後署名的除了現任的妻子之外 還有前妻戴米摩爾與他的孩子們 Aphasia is a disorder that can affect a person's ability to produce and or comprehend language What causes aphasia? Right, so aphasia could be caused by stroke or head injury 施語症跟實質不同 患者短時間內會出現明顯的語言衰退現象 但智力不會受到影響 造成施語症主因為腦中風 其他像是大腦栓栓 撞擊導致頭部外傷等因素都有可能損害語言中疏 所以有醫生認為布魯斯威利恐怕是因為長期受電影裡的動作設計 才會導致施語症的狀況 希望他能夠好好修養 也許有一天我們還是可以在大螢幕再看見他 我們要來補充一下 我們要來補充一下 來補充一下 我們要來補充一下 才對 最遜充完